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傅 一说到澎湖 这几年盛大的花火街 受到了各国游客的喜爱 除此之外 相当具有味道的岛屿 也保留了传统风味 是许多人喜欢前往游览的原因之一 台湾观光局与知名的旅游节目 携手合作 拍摄了澎湖的特辑 受到了日间爱美奖四项入围肯定 台湾的好山好水 这几年吸引了各国游客前往游览 体会各地不同的风俗民情 以及特殊景观 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 与美国知名的旅游节目合作 制作出了台湾灯会 以及铁路大冒险系列 受到热烈好评 这次他们再度地推出澎湖群岛特辑 由爱美奖金奖主持人罗森杜 以各种交通工具 包括骑机车 坐邮轮 竹筏 浮潜 以及牛车等等的方式 带领北美的观众 体验出海捕鱼 晒鱼干 甚至学习牡蛎养殖 如何跟当地人一样 用天然工法 牛粪图墙 到二侃古厕 采集澎湖药材 制作箱 并且参加夏天 最精彩盛大的 澎湖花火节 罗森杜感性地表示 满天绚丽的烟火 就像庆祝台湾得天 独厚丰富的文化 以及大自然的恩赐 从自然景观 到浓浓的人情味 让他情不自禁 不断地前往深入探访 台湾澎湖群岛特辑 一举获得了四项 日间创意艺术爱美奖的提名 包括最佳旅游 暨冒险节目 生活美食旅游类 节目最佳导演 最佳主持人 以及最佳摄影 让国际 以不同的视角 认识台湾之美 更多的讯息 请自观光局网站查询 中天频道编辑报导 明镜与点点栏目